尹亚的第一个万圣节 台北市立动物园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活动 即将在下月开跑 今年是尹亚的第一个万圣节 动物园热情邀请民众到教育中心参观 了解大猫熊的生存危机 不知道尹亚想怎么过万圣节 是要和动物朋友们大跳今晚没案 还是要把自己打扮成黄色小鸭 不过这扮相不太像小鸭诶 干脆扮成台湾黑熊好了 可是胸口少了V字标记 就不像台湾黑熊 那不然直接化成斑马 这样有可爱吗 变装完成咯 营亚出发来要糖果 不给糖就捣蛋哦 洞新闻台北报道 阿翰 阿翰